临界将近 业者纷纷抢供年菜市场 过年期间的用餐方式选择也更多元了 洗手做根汤可以选择在家中亲自下厨 但如果你想省时间省力气 到餐厅享受美食及服务 或是直接订购年菜回家家乐 也都会是不错的选择 过年期间餐厅业绩直直升 店家为抢占年菜商机 也推出许多套餐优惠来吸引顾客 我们都习惯上馆子 然后去买年菜 然后回到家再自己做菜 就是餐厅的外带 然后再跟家里 人家直接做比较好 品质的问题 原则上今年的景气比去年好一点 所以今年的客数一定会比去年成长 基本上过年的部分都会有到 快300的客数这样子 那今年的预估的部分一样 大概是在300的上下 所以在客数的方面的话是没有差太多啦 但基本上一定会比去年成长 我们目前的话今年是预计会推新年大餐 对就是最主要是针对双人为主这样子 那它的搭配的方式就是会多一个蛮特别的一个餐牵酒 如果不想在冷缩缩的天气出门 自己煮年菜又怕麻烦的话 便利超商推出的网购年菜服务 就会是你更好的选择 只需要透过简单的下单及付款 短时间内一桌好菜就送到家 好像都300以上吧 然后贵的好像有一千的 可是好像是一个套餐的那一种 年菜的DM然后就是客人回家可以先看他想要哪一个 然后过来我们就刷那个条码 他就会显示他会到货的时间 然后客人可以决定他有什么时候 有人是想要除去那天才拿到就选除去那一天 然后通常现在的话好像大概隔三天就可以拿得到 做生意也做好事 便利商店更推出带用年菜 在过年期间邀请民众响应爱心带用餐 订购年菜给需要帮助的人 让每一个家都能够在寒冬中饱餐一顿 拥有一个温馨的年夜饭时间 对于忙碌的现代人而言 网购年菜是个享受过年佳肴和省时间的心心选择 过年商机无限 无论是网购年菜还是上馆子 或者只是来个传统的团圆饭 各家业者抢工年菜大饼拼业绩 消费者也拼一个回家团圆吃好菜的好年 世纪新闻范婷轩 调婷于台北报导